大家好 我是主人 我是吃電快速主人 那我其實從來沒有想過 我以為我是用電達人 真的嗎 好 那我們來看看 你家裡面 你現在回想 家裡面電費最高的一期是多少 之前那個家 他是用那種大樓式的那種 中央空調 就很廢電 有一次最高的電費有到一個月 我自己都嚇到 然後我們就很少開冷氣 可是就算我買了什麼電風扇 水冷氣什麼倒冰塊進去 吹都沒有什麼效果 後來真的只能搬家 冰箱我覺得這個 我又會被罵了 因為我們家總共有三台冰箱 可是重點來了就是我們基本上 從來沒有在家開火吃飯 所以我們冰箱裡面呢 就是一些果凍 白熊的甜甜圈 然後就買來以後呢 他就把它當像收藏 像娃娃一樣 就放在冰箱裡 然後不吃 放在那邊放兩年 然後他我說你 你這個還不丟掉 再不丟掉不行了 然後他說不 他是這樣打開 他就說我就是每天打開冰箱 我看到他我就很開心 我覺得他就是變成一種 是療癒了對不對 就是療癒 然後他連那個冰淇淋喔 就是買那種很可愛的什麼 批柱卡納赫拉那種造型蛋糕 然後就放在那種冰淇淋蛋糕 然後放在冷凍庫裡面 然後也是放個半年一年這樣 然後也是打開來看 哇好可愛 好開心喔這樣 哇 那而且他用到三個冰箱 真的是很誇張 難怪你們家電費這麼貴 老師趕快幫我們破解一下 該怎麼辦呢 第一個剛才我們不是有講 用電有一個瓦數的一個單位 對不對 瓦數呢 他有高跟低 會發熱的 有壓縮機的 有馬達的這種都是可能的瓦數 非常的高 再來就是我們剛才算電費 是不是要乘以時間 對 每個小時 所以時間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單位 對 例如吹風機可能是一千四百瓦 對不對 但是你用的時間可能很短 所以呢 他不可怕 冰箱為什麼可怕 是因為24小時 對他要乘以24 然後再乘以你家三台 哇 乘三然後裡面還沒東西 老師這怎麼解決呢 首先你要把家裡的冰箱清理一下 整理一下 只要你半年沒有用到的東西 就拿出來了 不能夠放太多 因為你放太多 會讓他的壓縮機 不斷的啟動 不斷的啟動 對錢就這樣子被浪費掉了 所以這個所謂的這個 首先第一件事先去整理 第二個呢 就是冰箱 他是用機殼 外面的機殼來散熱的 所以呢 最好跟旁邊的櫃子 還有後面的牆壁 有拉開一段距離 要多 距離要多少公分 我的建議大概盡量 就是五到十公分 第二個就是那個 冰箱上面的頂啊 不要把它當成 你可以放東西置物的 置物櫃 對 頭都把它拿掉 不行嗎 那有什麼關係 我整個飯好放滿耶 煮飯的時候是不是 除了那鍋有水之外 外鍋也要加水 對 如果我們讓外鍋裡面的水 一開始就是熱的水 那他是不是就省了一段 加熱的這個時間 那這樣可以省多少錢 連那個二十四小時 插頭不拔的 那個一起算下去 那每一年其實 大概就是一千多塊耶 那放輕的東西可以嗎 不要放重的 甚至連防塵的那一個 都不要 蓋子都不要蓋什麼 都不要 連防塵都不行喔 要幫助它散熱 你有這個概念之後 你就不敢放任何東西 要讓它散熱 這個真的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中招了 對 真的 真的 對啊 好 還有一個 再來就是我們剛才有講到 不要把它當成置物櫃 所以它有分冷藏跟冷凍庫 對不對 冷藏室的原則就是 不要超過七分滿 越少越好 它的壓縮機 比較不會頻繁的啟動 喔 好 這是很重要的 再來是冷凍庫 冷凍庫呢 我們的邏輯跟冷藏是相反的 完全相反是 冰好冰滿 才是最省電的狀態 對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一個大冰塊 一個小冰塊容易融化 還是一個大冰塊容易融化 當然是一個小冰塊 比較容易融化 所以壓縮機 就要一直去祈禱 原來是這樣 所以反而是要冰好冰滿 冷凍的話 要冰很多 冷藏要冰很少 冷凍就變成一個大冰塊 所以我們就先把這家裡面 不斷電的冰箱 怎麼樣聰明使用 趕走 我們把它形容為 就是惡犬等級的吃電怪獸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 雷安家裡面還有什麼 第二個 也是吃電的怪獸 好 我們來看看 是惡狼等級的 惡狼 惡狼 是什麼呢 我給你猜猜是什麼 答案是這個 溫暖全家為電鍋 溫暖全家為電鍋 可是電鍋沒有一直插電吧 我老公以前他有跟我說過 就是像他去美 他以前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自己小留學生 自己會煮飯 然後他就想說 要一直吃到熱飯 他就一直插著 然後他就發現後來 那個飯整個就黃掉 對 因為水分越來越少 對對對 根本不能吃 所以其實後來 他也不會這樣 就試過那麼一次 老師幫我們講解一下 為什麼這個 軟全家為的電鍋 有這麼可怕呢 電鍋省天的這個小撇步 是這樣 剛才有講到電子鍋 和傳統的那種電鍋 其實都一樣 用的之前才去插插頭 用完之後 記得一定要拔 不然他就會自動 進入了保溫 所以對我們來說 我們聰明要做的方法 第一個當然就是 用完之後記得要拔插頭 第二個就是怎麼樣讓他 在使用的時候的時間 可以減半 怎麼做 我們只要讓他使用的時間 減半就好 有人會說 我煮飯就是要這麼久的時間 對啊 煮少一點 第一個少一點當然是可以的 第二個就是 如果真的很多的話 我們還是有些聰明的做法 就是你看我們煮飯的時候 是不是 除了內鍋有水之外 外鍋也要加水 對 所以電鍋是先把外鍋的水 弄到沸騰 弄到蒸氣 他是用蒸氣來去蒸熟那個飯的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們讓外鍋裡面的水 一開始就是沸騰的水 就是熱的水 那他是不是就省了一段加熱的這個時間 第二個就是 煮飯他之所以很久 是因為那個米不太容易熟硬硬的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在煮之前 可以先給他浸泡 把米先泡軟 泡久一點 那這個米就比較容易熟 縮短時間 除了縮短時間 還可以變美味 OK 那太好了老師 那這樣可以省多少錢 連那個二十四小時插頭不拔的 那個一起算下去 那每一年其實大概就是一千多塊耶 哇 對 不要想看這一千多很多耶 對 非常的多耶 OK 好不要忽略家裡面的保溫鍋跟電鍋 也是這個吃電怪獸 而且是我們把它定為是二郎級的 好我們再進 應該是再往 再往下走 更可怕的來了 他也更可怕的 家裡面呢 屬於吃電怪獸是二虎等級的 是什麼呢 熱飲隨時喝 也是二十四小時插電的電水瓶吧 你們家有沒有 有 應該說以前有 我又厲害了 就是啊 因為我就是很愛喝熱水 從小就是這樣子 然後也很愛 就是早上起床一定要喝個熱水 然後一定要泡個茶 每天都需要用到它 所以以前呢 真的是這個電熱水瓶 我是二十四小時 沒有 就是只有有點插著 然後呢 隨時大概一天要 可能要煮個 就是回煮個兩三次 後來搬家以後啊 我就裝了那種 就是它是深淫水 但是它深淫水 不是只有冷水 它有冷水跟熱水的那種 那種 開飲機 那種叫開飲機 那你就直接裝在裡面 那你都是要插電的嗎 一直插電吧 那要插電嗎 不然你按它是怎麼樣出來的 就是電的 而且它會亮燈有沒有 會亮燈有沒有 會亮燈 會有亮燈 好啦我們也不要笑雷安啦 因為雷安的問題 永遠就是我們的問題 老師老師 趕快幫幫我們 電熱水瓶小Payball 首先你看我們剛才說 電熱水瓶小Payball 是24小時 或是看眼鏡24小時對不對 所以有人就覺得說 那這樣子我們睡覺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把它斷掉 就可以省一點電 對 但是它還是會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所以就是關了之後 它是不是溫度就會降下來 你在開的時候 它又要加熱 又要花很大的電力去把它加熱 再加上去到你可以喝 對所以它的省電效果比較不好 但是仍然我覺得也是一個可以用的方法 善用定時器 好 第二個就是什麼叫夏天記得公兇 因為超太兇了沒有 因為夏天喝熱水的時候 是不是比較少機會比較少 對 喝不了熱水 對所以那是不是夏天 我們可以不要用 再來就是髒污要更新 就是你一段時間 你會把它蓋子打開 你會發現它最下面的那個底 加熱的那個地方 有一些垢 茶垢或是水垢 或者是有鎂 對不對 那為什麼那個垢要洗掉呢 因為它會阻礙那個加熱的功率跟效果 它加熱的時間就會更長 還有這樣子的 我以為你只是以為說會對健康不好 那個水會不好 兩個功能 好這是家裡面什麼 二胡等級的 就是你不斷墊的這種什麼 應該講飲水機就對了 好我們再來看看喔 好家裡面我們現在 二龍就暴龍 暴龍等級的是什麼呢 好來看一看 來這是什麼呢 哇趁過夏天都得靠它的冷氣 他剛剛講過了嘛 一萬六 那我們就不再贅述了 老師給解方吧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搬到新的地方 因為這真的太... 我們現在搬到新的地方 有分離式冷氣以後 真的就覺得來到那種像天堂一樣的感覺 哇... 因為之前那個是不管是貴 然後又不冷 可是現在是可能剛加了冷煤吧 就是超冷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 因為我們是有兩層樓 在樓下客廳 我就開客廳的 對 然後上樓了就關掉了 然後要房間需要睡覺了 然後才開房間的 像這樣子的感覺 應該這樣子是OK的吧 你有發現電費也有省一點 但是老師很多人都會怕說24小時 那種分離式開著很浪費電 開開關關 到底開開關關還是就是讓他24小時 即使我們出門也不要關了 這個不一定要看你挺多久的時間 好